我们基本上要非常审慎的来思考 这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问题 郭台铭他不管你知不支持他 他绝对是投下了一颗震撼蛋 那他跟韩国瑜 其实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点 为什么 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个 基本上都是大于国民党 我必须要去说 因为韩国瑜他为什么能够在 深入地区能够赢得15万票 一定有很多中间选民 而且是过去从来不投 国民党的人会投票给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郭台铭呢 基本上面我必须承认 在2016年那时候国民党大败之后 第一次讨论到总统大选 就有人把他的名字提出来 因为大家就认为 马英九是因为整个经济没有搞好 所以我们败掉了这一座的 是你右边的这一位 对然后呢 之后呢 之后呢 我们就认为说 能够找一个非典型的国民党人出来的话 那能够把经济搞好 那当然他就会是让国民党 可以从这个浴火凤凰的方法 再一次的重生 那显然郭台铭就是在这一波讨论当中 特别被提起来的 只是我们认为那时候太遥远 那包括后来比较接近的时候呢 郭董也特别被问到的时候呢 他其实态度也没有那么样的明确 而且还说总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这不过在两个礼拜之前 他特别提到了 谁知道 在昨天的时候呢 他就去拜访我们的板桥的慈惠宫 那个就是他发迹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知道 郭董 如果是真正以那个地方为开始点 我想他很多的心意 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我只能说 他们这两位 不管是谁出来 都是大于国民党 那他们两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基本上郭董有2000亿 韩市长就是两袖清风 都是两 但是两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韩国瑜的意向非常的重要 韩国瑜他从823的这个 所谓的高雄的5000个天坑 到现在为止 韩流其实一点都没有消退过 所以大家目前为止 我的办公室最近几天 已经被那个电话给打爆了 每个人就会告诉你 告诉你 非韩不投 至少